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的时候,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较量,轴心国里面的德国和日本可以说是表现出了异常惊人的战斗力,尤其是德国,更是让整个欧洲的文风丧打。 但是,相比起这两个国家来说,轴心国对意大利就不敢恭维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二战时意大利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二战中期的时候,当时一个美国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执行任务,可没想到的事情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了地面防空火力的打击。 不少的战斗机在飞行时都被防空炮所击中,他驾驶着战机在躲避防空火力的时候,也不幸被防空炮所击中。 不过,好在他连忙跳伞幸存下来,可没想到,跳伞的时候没看准地方,敢好不好跳,到了当时意大利一个团的所在地。 并且当时这个团都集结在了一个地方等待命令,就在这时候,这个飞行员降落,到了这个人群当中,上千名意大利士兵将他团团围住。 这时候,很多人都想他这次肯定是死定了了,估计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可让人意外的是当时半天了也没见对方有什么动作。 过了很久之后,一位身穿军官制服的军员走到了他的面前,并向他敬礼说,他们全体投降了,飞行员当即就愣了。 不过,他看了看军官的样子,也感觉他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回过神来之后,他便拿起了通讯离记,跟总部取得了联系,随即总部派出了人员将这些战服全部带走了。 这位飞行员也就这样,不费任何的吹灰之力,就俘获了上千名士兵,因而成了一个传奇。 而之所以会这样的原因,可不是意大利的战斗力弱,而是当时的意大利人相比起德国的强悍来说,他们普遍都是反对战争的。 在二战的时候,有多数的意大利人都是不太愿意加入战争的,参加战争完全就是被迫无奈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二战中意大利的军队成片成片投降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连接战争。 回到这个故事,按照很多人的想法来看,上千人的意大利士兵弄死一个没有战斗机飞行员跟闹着玩似的。 但是,要知道在他们脑海里面可没有暂定这样一个想法,因此他们完全就没有必要弄死这个美国飞行员。 而且整个二战中,意大利也并非是毫无战斗力的,只是不愿意打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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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